好 难道我就拿海燕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我到底怎么办 爷爷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如果你能和你的父亲一样 成为孩子们心中 最重要的小丑叔叔 那么你就有资格 接管我的基金会 替我完整我的人生了 君昊 如果你始终没有放下自我 学会奉献 你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这封信 但如果你正在读信 那我便能放心地将我一生所得 全部落圈出去 万一我死得很仓促 来不及交代好所有的事情 请你代替我 完成我这个心愿 我的财产来自于我生命历程里 每个帮助过我的人 是属于社会大众的 所以我要将它还给社会 我们这急事要找你 我的遗嘱已经完成公证 就夹放在我最喜欢的那本书里 你知道是哪一本 希望你能够找到它 没错 这的确是老董事长的司机 是啊 老董事长说裸娟说了很久了 我们当时啊 一直都在不断地劝他 让他别着急 希望他能够先把这个 基金会的接班人啊 给确定下来 但那个时候啊 您说什么都不肯接受 后来因为找到了小杰 所以老董事长 才重新拟了一份遗嘱 把遗产呀 重新做了分配 只是 还没有来得及公正 身体就不行了 如果这份遗嘱真的存在的话 现在还有用吗 当然有用 既然新的遗嘱来不及公正 理所当然 以以前那一份 已经公正过的遗嘱为准 只是 那份遗嘱到底在哪儿呢 是啊 这老董事长说他最喜欢的那本书 到底是哪本书啊 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 爷爷送给我一本康熙大帝 还跟我说 出国留洋回来的人 也不要小看中国人的智慧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他了 那我们得赶紧找到那本书 另外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龙海燕知道 万一他把书给毁了 我们就无法执行遗嘱了 如果真的公正过 那公正处应该有副本的 只有知信血亲 才能调阅副本 眼下除了龙海燕之外 其他人没资格 小杰呢 没有人能证明小杰 就是老董事长的外孙女 现在老董事长死了 连DNA都无法做 如果让龙海燕 强制去验DNA 必须通过法院 强制地司法鉴定 不过 这件事情做起来 太不容易了 这本书 不在爷爷的办公室 就应该在家里 可是这两个地方 龙海燕 怕是都不会让我接近的 那杜总呢 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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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现在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总之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能拿到被试 你非常关键 我知道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 可是海燕她是我老婆 我知道 但你是我兄弟 我相信你的人品 君浩 我跟海燕刚刚结婚 你就让我这么背叛她 是不是 你不叫背叛 我怎么不叫背叛 你叫我背着她去找遗嘱 你叫我帮别人夺走她的一切 这还不叫背叛 我想问你 如果海燕知道了 你觉得海燕的性格 她会原谅我吗 你这人一辈子呀 就是这么歪威诺诺 分不清是非 如果换成你是我 让你背着珍珍 去干对不起她的事情 你能做得到吗 这怎么能叫对不起她的事呢 你就算是现在找到遗嘱了 你强迫海燕 让她把所有海力的股权 全部都捐出来 可是海力是海燕的一切 你把她的一切都夺走了 你让海燕怎么办 行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那意思不就是 让我自己去办这事 你睁着眼闭着眼 那话正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话就大这儿了 就当我没跟你说过 君浩 你听我说 你不知道这事 大哥 君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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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早餐来了 早餐来了 快去早餐 早餐来了 快快快快快 你看了没有 小朋友没有蝗虫呀 我也是的 来到慕享之家以后啊 你看睡也睡得好 吃也吃得好 都胖了好几斤啊 没有没有 你身材还是很好的 我那姐那个 李奶奶她胖了很多 你怎么搞的 你 你怎么没换衣服啊 对啊 你 你嗓子怎么了 嗓子怎么了 那只言好言 你 你发声音 畅畅 那可怎么办 你 你 你可是我们的主唱 你这 这比赛怎么弄啊 这哪只能 我 我看你这样吧 就你 你代替她好了 我啊 对 您唱吧 我不行 我不行 你怎么不行 每次我们练唱的时候 她都在旁边听的 而且旋律很简单 你一唱就会唱的 奶奶会唱 我听过奶奶唱过 你看她们对你有信心 你肯定没问题的 不行 不行 我不会 哎呀 奶奶 你听我说 咱们梦想之家 这是第一次表演 每个人得努力才行 对 可是我不会唱 你别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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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你 马上教你 马上教你 很简单 我告诉你 你这首歌 不会啊 我不行 你不急 别急 您好 好好好 您的问题我一定反应 对不起 对不起 珍珍 珍珍 谢谢 刚才有个学生家长打电话 说孩子在咱梦想之家 被大家排挤 从明天开始她就不来了 什么 喂 不是 什么 什么 什么跟什么呀 不是 为什么呀 不是 我们合唱比赛 没有延期啊 谁跟你说的延期了 你 你别不来呀 我们现在人手本来就不够 你 你不能不来呀 喂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肯定有人在诬陷 咱们梦想之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的 对了 珍珍 我们要在这合唱比赛的事情 这么重要 都没有看到俊昊出现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们啊 没 没 没有 我刚才打电话给她 她没有接可能在公司忙吧 那 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咱们一共就这么点人 阿嬷懊狗的就两个人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每个人打电话 一个一个地叫 怎么样 门口的大巴已经到了 早点去吧 到现场还有彩排啊什么的 再不去碰上堵车 就来不及了 爸 要不然这样吧 那你先出发好不好 堵车就麻烦了 走了 走了 我们先 走了 走了 那 那 那我 我顺带把小郑住院带上 我想 因为我们缺缺缺缺人嘛 我不是为我事情 为了比赛 爸 我知道 我知道了 不管了 你先出发吧 好吧 来来来 大家都准备了 都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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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上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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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康 这样 你先不要着急 现在打电话一个一个通知 一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好 先不要着急 好不好 我 我现在先去公司开会 晚一点我会过去的 辛苦你了 我不着急 你也别着急 好 我都说了 愿意辞掉李市长的职位 为什么龙海叶还要造影 阻挠合唱比赛 难道是怕我反悔 故意让我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你已经到了吗 我还没下班呢 好 您就先你等我啊 绝号 你走吧 你别忘了 是你让我自己解决的 这是我跟爷爷之间的约定 这儿也没有 杜总 以后记得 别让任何人随便进董事长的办公室 是 还有 赶紧收拾一下董事长的办公室 知道了 ystem host 那叫你 板子 然后个其他� 꽃 石珍珠 妈妈跟你说啊 咱们今天是以纯朋友的形式来帮忙 毕竟梦想指甲合唱团 Get your participation nasم 咱们今天这比赛一结束 还是回阿姨家住的 那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吗 我习惯大规模巡演 这东西当然是要准备齐全的呀 显得我专业呀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管那么多了 小屁行 安丽 我们赶紧上车走吧 再不走比赛来不及了 小邦帮帮她吧 还要这么帮呀 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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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东西帮你帮成这样 你还犹豫什么 你快点你 他要是不爱你的话 他怎么会把地址说得那么清楚啊 就是嘛 现在这么好的女人不好找了 你要好好把握你 知道吗 快快 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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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嫁给我吧 连个戒指都没有 嫁什么 这东西叫突发 你知道我是喜欢你们 快快 你就答应嘛 来 小丁姐 跟你跟你妈妈说说 我跟你妈妈也结婚啊 你真的也就是 跟真真姐姐 是名副其实的亲姐妹 就不是外人了吗 好了 妈妈 你就答应跟高原爸爸结婚吧 你是哪一国的人啊 你跟我是一国的 来 艾莉把你的手给我 给我了 把手给我吧 哎呀 快点了 给我了 叶 成功了 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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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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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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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了 好 好 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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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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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上 去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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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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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临时通知在座的各位过来开会 今天这个会议只有一个重点 我因为 个人的因素 必须请辞理事长的职位 这这这怎么自信呢 你说这就这 海力基金会事务繁忙 理事长这个位置不能空缺 所以 我希望 借由今天这个会议 请在座的各位理事 选出新的基金会理事长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突然请辞 是因为 我个人因素请辞的 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从我弟弟 闯进董事长 办公室里捣乱 奔跑时摔下楼梯瘫痪开始 我就在家庭 和基金会之间不断奔忙 紧接着梦想之家租约 也有出现了问题 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精疲力尽 无法再任职 李市长这个职务 我只有 我只有 辜负所有李氏的托付 请大家谅解 并同意我的请辞 重新选出一位 新的李市长 来完成 基金会以后的各项工作 我的话说完了 我的话说完了 对不起 虽然说你已经辞去了李市长的职务 可是你依然是基金会的李市 所以下一任李市长的选举 你是必须要参加的 我认为没有人比您更适合担任 海力基金会的李市长了 还有其他人选吗 不得忘记 尽管军号不在 我们还是务必死 我计 乔女号猜选 依据公司的规定 乔女市长缺席 所以没有参选的资格 如果还是没有其他人选的话 那我们投票表决吧 投票吧 好 同意龙海燕女士 担任海力基金会 李市长的 请举手 好 此次基金会李市长的选举 共九位李市出席 龙海燕女士票得五票 票数以共半 我宣布 海力基金会李市长 由龙海燕女士担任 高震震 高震震 并且宣布 梦想之家到月底 就正式西灯结束 好 知道什么叫斩草出根吗 就像我现在做的这样 绝对不会让你们这些讨人厌的野花野草 有机会吹到春风 然后回来找我的麻烦 所以 乔俊昊必须卸任 你的梦想之家一定有结束 你 你怎么能 我龙海燕从来不会跟别人分享任何东西 所以只有你跟乔俊昊 永远没有办法翻身 我才能安心 不怕造报应吗 我抢回属于我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报应 老公 老婆 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 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什么 等一下 什么呀 妈 在 妈 怎么会 正洁啊 你娶的这个媳妇 真是太孝顺太贴心了 她给我在老家 请了个专职营养师 给我做饭 照顾健康 还请了个阿姨打扫卫生 你说我何德何能 能有这么孝顺的儿媳妇啊 老家的亲戚们 都羡慕死了 说我后半辈子好命了 正洁啊 你要好好照顾好海燕知道吗 有空了就回来 老家亲戚啊 都等着看新媳妇呢 妈 我知道了 这段时间公司有点忙 等我忙完了 我们俩就回去看你 嗯 妈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很快回来的 照顾好身体啊 开心吧 开心 老婆 你对我真好 你对我真好老婆 你不要走 君昊 你走吧 你别忘了 是你让我自己解决的 这是我跟爷爷之间的约定 我爱你老婆 你抱疼我啦 好 海嫣 我 我有件事 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乔介绍 阿姨 你好 我之前有一本书借给爷爷的 所以我现在要取回来 就在书房里 你早就知道有这份遗嘱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海嫣 如果爷爷真心想把财产裸捐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他 尊重什么 你难道看不出来高珍珍和乔君浩 是想跟我抢财产吗 小学生 小学生 你不能进去小学生 没事没事 你忙吧 我自己找就行了 你要找什么说 要不要等董事长来了再说呀 你这样我很为难的 没事没事 阿姨 你忙你的 你不能这样的 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 你这样我会被骂的 那你就说你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呢 这样这样你出去吧 不行的 你忙你忙你忙 不用不用你忙 不能这样的 忙吧你忙吧 陈先生 陈先生 你不能这样 开个门 怎么了 让开 找别人 不是 锁住了 我没事了 开门 瞧一号 钥匙呢 你快去找钥匙 你快去找钥匙 你给我开门 你什么小偷 开门 钥匙 你给我听好了 你现在就去合唱比赛现场 找高珍珍 就现在 都怪你 海燕 海燕 先生 我不是故意让乔先生进来 没事没事 他说要找书 没事阿姨 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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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梦想之鸭的事吗 如果你不高兴 不去也行 现在 可是 合成比赛就要开始了 看你喽 那看梦想之鸭在你心里 是不是真的有分量 哎 白燕 你说 乔军航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知道你很意外 爷爷竟然还另外有一份遗嘱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在这份遗嘱里 爷爷 选择把所有的股份 全部 进行卤卷了 只给你留了钱 和房产 也就是说你之前那百分之二 跟小杰的百分之二 都已经非常卤卷了 我们谈一谈吧 我觉得没必要聊老爷 今天搞的这一步 我觉得完全是你咎由自取 你应该好好反省 乔军航 高珍珍现在跟钱勇力在一起 你要干吗 来 干吗 喂 珍珍 喂 小杰先生 不好意思啊 刚刚的会议 董事长已经接任基金会的理事长了 并任命我们秘书长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碰一下 钱勇力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高珍珍的话 我不会饶了你 喂 龙老爷 我说你是为了让钱连脸都不要了是吧 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 我怎么了 我只是让钱勇力跟高珍珍谈一下交接的工作而已啊 好 就直说吧 你想怎样 我想要跟你谈条件 知道海力在虹桥那个工地吗 我们在那见面吧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 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如果你不去的话对不起 我只能把高珍珍叫过去了 因为我现在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可以劝你把遗嘱交给我 我告诉你 不可能 这份遗嘱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就别做梦了 如果你真的一点不担心高珍珍的安慰 你就试试吧 喂 龙老爷 董事长 让高珍珍下车 把她的手机留下 暂时由你保管 明白 你给我多找几个人 去海力在虹桥那个工地 今天我不管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毁掉这份遗嘱 我会一直跟着乔俊昊的车 确保她不会在路上 把遗嘱交给别人 到了工地之后 你们给我把遗嘱抢过来 好的 口边停一下 对越冷得天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干吗 把我手机还给我 我的手机 把我的手机还给我 你别走啊 我的手机 跳给弟弟看 好 有爱有梦 飘扬在我们身旁 好 主要不逃出一本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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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真是 别在我们身旁 小小 你干吗呢 马上就要表演了 你还不赶紧温习一遍 我都有点紧张呢 如果小光投在就好了 她也是梦想之家的一员啊 好不容易梦想之家 表演的第一次 你还在想她呀 她肯定不会来了 你别胡思乱想了 快看看我的狐蝶姐 有没有 她好漂亮 好漂亮好漂亮 行了吧 我逼不住了 我要尿尿 我是女生 你让我怎么去 带你小朋友 我又不能进男厕 那你快点 我真逼 好好好 我去找人 小光投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后面那只队友混进来 你真聪明 你真聪明 这野花室我在路边这儿 打算等你们过关的再送给你们 谢谢啊 那你赶紧进去化妆吧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欣雅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在后面看你们唱 给你们加个打气就行了 你还在生气啊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你先带我去上厕所吧 我憋死了 快点 行 好好好 憋死了 谢谢 谢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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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他车上搜一下 他很有可能把遗嘱藏在车里 走 哎呦 晓晓怎么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呢 啊 是不是又被人暴走了 不会吧 不是啊 别急别急别急 我们先分头到附近找找看 来来来来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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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小光头带我去上厕所了 哎呦 嚇死我们了 灵奶奶 小光头还亲自为我们摘了花 说 我们在过关之前 他就送我们花 我们一定能过关 对 喂喂 我想吃下重点了 好 订阅了 小光头 小光头 她怎么要这边 叫我们上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对快走吧 我也要上台吗 那当然了 走吧 小光头对不起 我不应该叫你 请您原谅我 高远爸爸都说了 在梦想合唱团的 每个人都得参加 对 小关头 是啊 小关头 我们相信你 上 走 走走走走 加油 加油 高珍珍呢 我本来今天是跟她约好了 要谈一下 基金会交接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你会出现 给我找麻烦 所以我们就约改天再见了 你少了废话 她人呢 她现在应该在合唱比赛的现场吧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哥 我们谈笔交易吧 你拿把遗嘱交出来 我就让高珍珍继续当理事长 让梦想之家继续 怎么样 你别做梦了 我要不交呢 你确定 干嘛 要生抢啊 是你没有给我选择的余地 董事长车上都收过来 没有另外的东西 我没放车上 你没放车上呢 那肯定就是放自己身上 埃格 是你自己交出来的 还是我让别人帮你找出来 阿燕啊 你现在变得我真的不认识你了 你现在完全是个穷雄极恶的禽兽 禽兽 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是你们逼的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事跟高珍珍一点关系都没有 总之爷爷不会把这个位置给你 说够了没有啊 你这样的废话说了太多遍 我不想再听了 现在很简单 你把遗嘱交出来 我今天一定要毁了这份遗嘱 你给我交出来 在我手上 有本事过来取啊 上 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 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 我现在是海力基金会的理事长 就算执行了爷爷的遗嘱 真的捐给了基金会 那又怎么样 到最后还是会回到我的手上 有区别吗 反正废话少说 我是不曾给你的 真的是你逼我的 抢过来 上 退后 上 各位朋友老师 梦想之家和唱团 不嘲笑任何梦想 不管这些海上的牢牢 唱的是坏 但是 他们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真正具有歌唱精神的歌唱家 请看我们的表演 上 我一直在想的 刘谭 词 我一直在想的 人们 有没有 人们 我一直在想的 他也不想的 他也不想的 他就能叶了 他们困难 我意思是 我一直在想的 我一直在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是白纸 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是白纸 你看到我和乔先生 手上卡过来的 我的车一路都跟着他的车 这份遗嘱不是在车上 就是在乔君浩的身上 他怎么会有时间调包的 你告诉我 怎么可能有这个时间 你别担心 乔先生还在里面 等他好了 我们一定可以把他逼出来 最好是这样 我会 海燕 郑洁 郑浩呢 他在哪 强就是 郑珍 郑珍 你冷静点 这里是一月 你冷静点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 郑浩他突然约我在建筑工地 谈集结会的事情 那我就去了 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的 他就摔下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骗人 你是在骗人 他连会议都没有出息 怎么可能会找你台集结会的事 你到底把郑浩他怎么了 我已经辞掉李市长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们呢 就是因为你突然辞职了 郑浩没有去参加会议 所以他听了之后 就情绪很激动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因为你 你说谎 你一直在说谎 姐姐 你说谎 姐姐 郑浩还在里面抢救 你冷静一点 杨医生 杨医生 怎么样 怎么样 脑吸踢片子已经有出来的 是脑出血加脑水肿 病人目前还在昏迷之中 那可以动手说吗 出血量不大 脑水肿也不是很严重 我们建议进行药物治疗 现在只能先送个家户病房 进行观察 当然你们也可以找 老师另外一颗医生 进行商量讨论 再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医生 我能见他吗 我是他女朋友 我能见他吗 他现在状况很不稳定 而且还在昏迷之中 即使你见到他 他也不能说话 甚至听不见你 就找不到你 不 不会的 连我说话他都听不到吗 他 他能点头摇头 或者眨眼睛吗 那至少能睁开眼睛 看看我 睁开眼睛也不行吗 为什么 为什么医生 发现还有病人等着治疗呢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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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医生 决士 我看我在这儿 也帮不了什么忙 要不我先走 我相信最后不会有事的 去吧 好 冷静点 高珍珍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但是以你现在的经济状况 你也不适合去决定 俊昊接下来的治疗方案 这样吧 我跟郑洁可以帮你的 我们两个可以为俊昊 找一个好的 废子 你在撒谎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是不会相信这是意外的 我怎么可能骗你 现场这么多人都在 他们都是人证啊 证据都能造假 和我是人证 我会查明真相的 我会查明真相的 那郑洁你呢 你相信我吗 我跟郡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现在变成这样是我希望的 我想看到吗 你们不希望我在这里碍事 你们不希望我在这里碍事 但是如果郡浩醒了 我求求你们 告诉我 谢谢 海燕 海燕 你眼中还剩下了什么 仅仅用一种坎坷的 我不在乎你有那么多的弟弟妹妹 我喜欢他们 郝正正 我爱你 把所有过去 都无情的繁琐 我有你这样的女朋友 我特别高兴你 你什么时候加油我 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欺负你 我不允许你受一点委屈 也不会让你流一滴眼泪 怎么办 郡浩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我需要你知道的是 我爱你 这就够了 懂吗 我们俩在一起不会失败的 相信我 他梦醒的吞沫 就连永远都翻过 郡浩 你这个骗子 你这个大骗子 不是要我当你你朋友的吗 不是说想把我娶回家的吗 你怎么可以一个人 躺在病床上 看不见我 听不到我说话 你快点起来 快点起来